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我们叫身体的噪音叫体噪过强 这是它有相当多的功能 那么刚刚讲到为什么要吹张它呢 是指这样的患者往往它的咽骨管开闭或者功能不好 我们把它通过吹张呢 让它更好的去评价中耳气压 这个常常用于治疗我们的咽骨管炎 或者咽骨管功能不良 导致的分泌中耳炎 这是咽骨管吹张法的一个作用 但并不是这个 这个方法并不适用所有人 比如说在感冒期间 在鼻涕有明显农业的时候呢 也不能去做吹张 这个可能会导致 本来感染不中会导致细菌病毒进入中耳 导致骨膜穿孔 所以这个不能随便去自行尝试 最简单的咽骨管吹张法 就是我们讲的捏鼻 捏住鼻子 闭住嘴巴 捏鼻苦气 我们叫瓦斯法 这个自己就可以做 那么还有一种呢 我们采用一个咽骨管导管 是在我们的门诊 可以说这要在专门的医疗机构来做 那么这是根据的病情 那么自己捏鼻嘴的 鼻气的这种方式 叫瓦斯法的话呢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那么相对说 这种比较轻的 可以咽骨管的功能障碍 可以小孩做 那如果说咽骨管 堵杀很厉害的话呢 就需要用我们的 咽骨管导管的一个吹张法 还有一个 就是咽骨管导管都 贪通不了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用咽骨管 球狼的扩张 因为这个器械设备 是最近几年出来的一个新的方法 但是价格比较贵 这个材料费大概要一万来块钱 我需要用咽骨管的费 我需要用咽骨管的费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 这个器械设备